你见过80后上班了吗 你在社会上能见到多少80后 早就消失了 上不了班谁要啊 天天除了忙我老家 就忙我孩子 上我老下我小 独生自娱这一代全让我们赶上了 就这点破事 每天没完没了的我跟你说 大家好 我是腾不能说北京 湖中大哥今年40出头 可就不上班了 人说了啊 你现在在岗位上上哪找80后 为什么这么说呀 您和我一块听听吧 大哥您晒着呢 脚崴了走不了路了 您是这是老住户吗 对啊 又喂 那今天不周五就没上班啊 你见过80后上班了吗 你在社会上能见到多少80后 早就消失了 天天除了忙我老家 就忙我孩子 上我老下我小 独生自娱这一代全让我们赶上了 就这点破事 每天没完没了的我跟你说 那您今年40出头了 可不过四张多了 就不上班了 上不了班谁要啊 谁要啊 你30多90后都没班上了 就我们早就被淘汰了 能上反正也不好加班啊 加班 你说家里那么多事指着你呢 你在社会上的一小垃圾 你在家里还是顶梁柱啊 你这角色转变 你怎么整你说 这也太早了 就看年货力强 那现在就这样 你怎么办 你是什么卷不卷的 都没用 这就现在一个现状 你到时候也得经历这个 你嫌出生率低 你现在就业又解决得了吗 解决不了 低龄老年 我觉得还没到低龄老年那地步吧 行了 什么都不是 成渣渣了 那怎么着 你越出越惨 那不 前两天还一个什么小夫妻 咋够300万人退休了 拿什么挣300万 你不吃不喝呀 你家里这套房子贷款不还啊 你看那边的车那放着 当时花十几万买的 现在车落灰 你也出不去 没地儿去 你心大 你能出去吗 你全都是签办 你哪也去不了 什么也干不成了 真实啊 40岁老爹开始有 有点病了 可不 但是你说现在老人 人有医保吧 有退休金 把什么都有 你像我们现在 你失业了 你这社保一交好几千 一两千块钱有了吧 对吧 你拿什么交进 一两千 你不得给孩子报个班什么的 然后你又没退休金 你没进行 没干点什么 想干呢 不知道干什么 能干什么 送菜地送外卖 也就干干这个 最基本的 那您 那您也得是大学毕业了 那肯定都大学毕业 我们这波不都大学毕业了 这竞争太激烈了 没法弄 我跟你说 心比天高 命比止博 那您就是现在那退休金 那您怎么考虑这退休金问题 您要是现在都得自己交 考虑不了啊 你这个时间 交的社保的时间又不够 对吧 对的 上班上十几年 二十年撑死了 你自己现在又没有说自己的买卖 自己的产业也没有 所以就特惨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不像说人家 我们区都人均百万 您那什么区 您那评论区好吧 那能当饭吃吗 我说北京人都趁上百万 上百万 房子只上百万 你卖了吗 你卖了 你上哪住去 对吧 那您没想过 就说真把北京房卖了 上个外边生活 你不是说了吗 还要签半个 你孩子老人都在这 你走得了吗 你想走 你也走不了 对吧 那您也都不用考虑 现在说那什么65 才能退休的这件事 跟您说吧 你能不能活到65 我还另说了 我们你见过说 说这80后去跳广场舞的 没有吧 真没有 郊区爬山广工园的 没有吧 没退休金 你也没那闲工夫 你得都有了才行 有钱有闲 你现在正是要劲的时候 结果社会不要你 80后太惨了 我也想问问 就是说谁能指个名道 让我们干点什么 能活下去 人都不说生活的多好 先解决活下去的问题 就开快车送来买送快递 就这最基本的吧 那你说还上大学有什么用 干脆现在孩子也别上大学 学个什么电工本什么出来就完了 你起码有一技之长 是吧 你像我那朋友 之前做这个什么营销总监市场总监的 现在一样出来摆摊 那跟你之前干的 干的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那不都也月薪好几万的呢 对 那你现在就为了活着吃口饭 你怎么办 全都这岁数人 看 武动风景品败为人生 80后大哥说了 这上有老下有小 本是中间力量 可是加班啊 确实有老人 加不动 也卷不动 现在啊 他连腿修筋都不能算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一种悲凉 送外卖 开快车 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 不得不向这现实低头 这对于80后35就没了岗位工作 您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咱们聊起来 感谢大哥接受咱们的采访 还是希望他有更好的出路 祝他身体健康 万事顺意